你老婆会偷拿婆婆的钱吗 这是我给妈的生日红包 你干什么呀你 怎么了 收入咱自家钱 谁花不是花 你什么态度你这是 妈回老家吃票给你买好了 王阿伟你什么意思 我妈才来住几天呢 你就赶她走 你不是说妈就住一个星期的吗 这都第八天了 不是 那我让我妈住在我家里边有什么问题吗 那你就撒谎欺骗我了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你这个样子 我就知道跟你说了你又要生气 行了 是我自己要走的 妈 这是我亲妈 老伟你就不应该对她好点吗 那你是怎么对我的 你整天撒谎欺骗我有意思吗 小宝快看谁回来了 爸爸回来喽 你抽烟了 怎么可能 同时抽烟得熏的吧 那你赶快把衣服放洗衣机里洗洗吧 你也知道 小宝他呼吸道不好 他闻不得二手烟三手烟 知道了 你不说你没抽烟吗 那我最近工作压力大 抽一杯怎么了 一天到晚 刀子刀刀子都没完呢 你看 你这个月工资怎么少这么多 我这公司效益不好 没被猜员就不错了 那你压力也别太大了 实在不行啊 我跟我妈借点 对了 你今天到了一个很大的快递 这谁 小孙买的鱼干 怕他老婆说它 就寄咱家来了 小孙人怎么这样 你可说的 小孙 走的时候 别忘了把鱼干带走 这不是飞个干带的鱼干吗 送我了 飞个的 不是你的吗 这么贵的鱼干 我可舍不得买 李飞 我还不是怕告诉你生气吗 飞个的 怎么喝这么多啊 小子你在家呀 那同学聚会你怎么不去啊 你们同学聚会不是不让代家属吗 我们都有好代家属了呀 我跟你说 当初我要再坚持坚持我跟李飞 飞哥你喝多了 那嫂子到飞哥交给你了 我先走了 好 我不告诉你 我不是也怕你生气吗 怕我生气你还这么做 那你心里是一点也不在乎我 你看你说那什么话 我怎么不在乎你了 我不是也是想有点自由空间吗 再怎么说了 你也不能对我妈那样 他对我怎样了 小蕊对我够好了 妈来吃饭吧 李飞说他今天晚上晚点回来 不用等他了 哎 嗯 闻着不错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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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蕊 你做的这个酱香香锅太好吃了 口感不辣 酱香味十足 比外面卖的还好吃 妈我知道啊 你不能吃辣 所以特用了这个酱香香锅料包 用它做出来的味道 口感鲜香 好吃过瘾 而且啊 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 老人小孩都可以吃 对了 现在直播间搞活动 9块9发三大包 超级划算 妈真是有好吃有划算的 妈 生日快乐 妈知道你有心 红包妈就不熟了 妈都这么大岁数了 花不上多少钱的 妈知道你们挣钱不容易 这钱的 你还是自己留着 妈 您拿着吧 也不多 最近 李飞她公司状况不是很好 李飞不是涨工资了吗 她今天给我的红包是去年的两倍呢 她不会没告诉你吧 哎呀 怪不得你又给妈一遍呢 这臭小子 这钱妈不能要 你拿着 这 小蕊不是想偷拿我的钱 她是想偷偷把钱塞给我 你信不信 那些钱肯定在我包里 儿子 任何事情说出来都可以商量 但欺骗就是不行 妈 我能不行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呢 再这么下去啊 就不是少一事了 而是少个老婆了 两个人过日子 你骗我我骗你 那日子还怎么过呀 李飞 你不要打着怕我生气的幌子 来欺骗我 这次 落我失望的是这件事 下次 就是你这个人了 妈 你就好好反省反省吧 你先忙五三八六 嗯 好的 谢谢 哎 媳妇 我把鱼盆给退了我 妈 妈 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等我送你去吃的 妈 我不是要赶紧走啊 妈知道 妈出来的时间也不短了 惦记着家里 这臭小子 要是再烦火呢 你告诉妈 妈替你收拾他 哎呀妈 就不能够 我改 我改啊 任何事说出来 都有商量的可能 但撒谎就是不行